没错你们拿我刘金龙当什么了 是想把我当猴爪吗 金龙哥不敢不敢 天赐 小云你这跪吧 我 那头就免了给我出去对不起 对不起 好了 谢谢他 过来来来来吃饭 过来来 哥哥 醒了 天神谢你 都坐下吃饭吧 丁啊 没想到你还认识刘金龙这样的大人 我和刘金龙确实有过一面支援而已 没错的 刘金龙好像是误会顾林尔和首富很熟了 所以才会对他这么精进 什么 我还以为你和刘先生很熟呢 你和刘先生挺有一面子的 不加苦味啊 老子白贵了 刘金龙确实是因为我让你包箱的 而且你确实说过 只要我把刘金龙挑进来你就给我混下 不是吗 那还不是踩了狗屎鱼 姑娘 你给我等着 自仇不报非君子 好了 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大家快吃饭吧 哎好吧 看来你今天运气不错 来咱们喝一杯 你让我扎一扎给他好运 我不喝我不喝 哎 我可不是故意的 也到了 你别 哎 宁天尊 你到底是要干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 你 顾林儿 你又谋删了 明明是你自己撞刀的 关我什么事 他在同事了 你们主见怎么回事 包箱的话都挂不住 差点砸死我 什么 这这可是 行了 我也不跟你们计较了 赶紧把他收拾了 别想我们吃饭 我记得 这可是我们老板最喜欢的古话 价值连城 你们赔得起吗 什么 这个话 张经理张经理 老板最喜欢的古话毁了 哎 你们都作证了 是他动坏的 就是他故意推我 不是我 还是等张经理来了再说吧 你 人一个都不想他 这谁干的 你们这是谁干的 是他 就是他 故意推我 弄碎了 罢话 林天赤 是你 把酒 撒到我的身上 我起身看我的衣服 你自己后腿才撞到花的吧 我好像根本就没有碰到你吧 你别说我本人 我什么时候用酒撒到你身上了 我好心好意给你倒酒 你居然竟给我惹麻烦 你还真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就喜欢颠倒是非啊 你 林天赤 本身就是你把酒倒在零二身上感情 太多 我也没有看见零二身上 林天啊 这个臭乞丐到底给你灌了什么名 怎么满嘴说瞎话 我只是救出论事了 你不要没了 娜娜 你可不可以给我坐走啊 我不是你亲孙的 够了 别吵了 这可是我们老板最喜欢的东西 价值五千万 赶紧赔钱 什么 五千万 这么多钱我们怎么赔得起啊 无心酒店 可是本市第一顶级酒店 那可是王氏鸡丹旗下合作的酒店 老板可是守护得轻信 守护得很 我看这件事情啊 今天必须单位解决 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这幅罐放在这这么久了 谁知道什么能不能买 我希望您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肯定老了 我肯定死了 如果我老板知道 我在包庇 饭碗难管不说 想命都保不住 你们啊 可是自己会多福吧 那这样的命令 你找他 这件事和我们邻家很没有关系 都是这个臭乞丐干的 五千万找他赔吧 我们可不应 我们不管你们谁弄坏 今天 一个个别想了 赶紧赔钱 哎 顾零 是你推了我 我才撞到股话呢 这个钱就应该是你赔吧 哎 你别装养了 林天津 这件事因神而起 你心知肚明 那个大家都有过失 赔钱 你不应该固定到一个人 林天洋 你到底是不是林家人 怎么老是帮着一个外人说话 我 林天洋 你是不是想和我们离家里 都产败光呢 那当然我 说不定 你想得就卖 他别想是我们离家 一顿钱 我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 要是万小时那人见到钱 大家不可以商量 否则 别怪我们老板心狠 不用 åt他 现在我就能暴露上 什么 你说我 怎么我这张黑卡呢 我卡呢 就敢骗我 林家把我为酒店当猴傻了是吧 不不这个女的不是我们林家人 跟我们没关系 行了 半个小时看不到钱的话 后果自负 我们走 顾零 你想害死我林家 没钱你装什么装 不是我真有钱 我卡呢 人家掉头大了 行了林天阳 要警告你啊 别装了 赶紧把这件事给我处理好 这件事和林家有什么关系 都是林天四的口 你们林家还真会对这些口人 要不是林天阳非得让你动 或者吃饭 能发生这种事吗 这事归根究体 就是林天阳引起了 我 不是 现在不会推荐责任的 还是想办法怎么解决吧 毕竟 找出千万可不是小数 林总 我不会为难你的 你放心吧 这件事我能解决 就你的 能指望找我指望他 我出去 哎 你不会是知道自己闯祸了想跑吗 装什么装 你一个臭乞丐 还能认识什么大人物来帮忙 大家都等一等会 现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相信我 就他 他要是能解决这件事 我叫他妈 记住你这句话 你这个傻儿子 你 你 难道他去找刘金龙了 我记得你 说不定我 这件事 真的没记住 奶奶 您还相信他能解决呢 您刚才没听他说 他跟刘金龙只有一面之缘 连个电话都没有 把事情给你顾你来的事 现在不相信他的主意 你不用手 你到底想什么 明天想你闭一门 你已经被那个乞丐捕过心诚了 当然想你 明天思 男子还应该有担当 而不是在这里挑是非 把舌人全都推给一个女人 OK 担当在五千万面前狗屁都不是 你那么有担当 你不靠你的乞丐保镖拿出五千万 你 反正不管说什么 也不能让他跑 我可不信他有这个实力 喂 师弟 福星酒店是你们王氏集团旗下的一个合作酒店吧 对啊 师姐 他们老板敢得罪你 不是 我们在这里聚餐 更换了还一句话 啊 这是小事儿 我这就解决 切记 不要暴露我的身份 好的 变得回来了 你不是有办法吗 你的办法呢 不灵儿 这件事你到底能不能解决 奶奶 她就是个撒谎水牛的骗子 她要能解决 就有鬼 灵儿 怎么样 灵总 放心吧 事情已经都解决了